画面上是潮进公园的东北端 许多民众都来到这里拍美丽帆船集结 美丽的山海景致疗愈大家的视觉 每个人都觉得不需此行 尽情享受这个夏日海洋风情 因为今天天气蛮好的 那这是一年一度的比赛 那有什么建议的角度或构图吗 其实我刚刚是先上那个101高地 从那里可以拍那个帆船从碧沙鱼港出来的状况 然后等他们都出碧沙鱼港之后就可以下来 来到这里拍 我们今天是运气好来看 我不知道有帆船赛啦 然后今天来看 然后刚刚他喜欢看就给他看 基隆这边其实地理环境很好 对所以可以多多举办像这种海上的活动 对然后多吸引一些人潮 对我也是今年第一次来看 Random 开启 这是基隆市政府产发处规划 第二十届的台流杯国际帆船赛 基隆与绕岛赛 产发处长林鼎超 科长蔡富宁 跟立委林沛祥等贵宾一起鸣笛启动 3 2 1 本届共有30艘重型帆船齐聚基隆朝近海湾 200多位选手来自9个不同的国家 有日本加拿大智利及美国等 让海湾呈现热闹缤纷的难得景象 总共有30艘帆船准备出去比赛 今天会在绕基隆宇一周 然后之后会绕到琉球的石原岛 然后去进行比较长远的比赛 其实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游客 今年市政府也首度举办 帆船赛摄影比赛 民众拍下有关帆船跟海洋的精彩瞬间 并且在期限内投稿到朝近海湾节的官网 就有机会获得最高3000元的奖金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比赛摄影比赛